大家,我是HKMonkey 今集和大家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就是关于电动电单车的改装升级 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去年的9月份 我们和大家去过澳门 见识过那边的小牛车主 在升级电动电单车上 绝对比香港成熟得多 再加上因为澳门的电动电单车 有足够的充电位 正款无论是公共停车场 甚至骨位都会提供三脚插素充电 由此可见 在澳门这个地方 电动电单车比香港成行得更快 我相信有很多已经驾驶电动电单车的香港车主 都会认同香港的电动电单车充电配置 是非常不友善的 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预计 政府短期内会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支援 这个设定之下 就令到香港的电动电单车车主 开始会考虑换换第三方大容量的电池 去增加距离的电动电单车逐行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两段的 小牛车款的时期 都有说过 开始有电动电单车的车主 愿意用第三方电池 甚至大改自己的车 但通常说到升级第三方大容量的电池 这一部分 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都是相对门外看 会有个想法就是 这样改电池会不会很危险 始终内地都有不少电池的意外事件 为了可以和大家更深入地 探讨这个话题 我们今集都邀请了一位 在电动电单车改装上 非常有经验的前辈 就是Billy 我们就会和Billy谈谈谈 其实改装电动电单车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你好我是Billy 初次见面 我知道Billy你本身都是改开电动电单车 其实你本身的背景 是如何无端会接触到电动电单车 这件事就要在我大概四五年前说起 那时小牛就刚刚兴起的 在国内 很多人就发现 这辆车买回来不止原厂那么简单 就很多单车或者电单车的东西 都可以嵌在上面 我对这辆车就非常好奇 之后我就用各种各样的简单买 首先是由最简单的后视镜 側架 这些小零件这样改 改一下发现 原来有更加多的想象空间 越改就越离谱了 身边的朋友就觉得 这辆车挺好看的 一个介绍一个 找我去帮他们做改动 久而久之就到现在了 大大小小都改过几百架 几百架 全部都是小牛的 当时几年时只有小牛 基本上国内见到改装的车 基本上都是小牛 还有市面上买到的改装零件 大部分都是小牛 会最多 其实电动电单车改装 什么情况下电池会爆炸 因为内地都有这些情况 内地可能普遍会见得比较多 他们最主要都是因为贪便 他们在一些不知什么渠道买入 原本其实价值一个 他连成本制造出来都要三千元 一个电池为例 他们两千多元就可以买到手 别人厂家没理由蝕着钱跟你做 可能电芯会用一些差点 或者是其他电池拆下来 再重新做过 那些电芯他们的寿命又不平均 譬如说里面十只 有其中一只都快到没用的程度 还有些就是他电芯设计的充电速度 或者是放电的速度没有那么高 他们还要猛地扯 猛地去谷电进去 这也很容易发生一个 着火爆炸的情况 的确好像Billy那样说 在我们频道拍片这个路途上 我都遇过不少的电动电单车 有经验人士 有很多都跟我说过很相类似的事情 可能就是一架自制的电池 里面拌了一些劣货的电芯 加上充电的时候 用不同的充电机影响之下 是可以令到电池会着火爆炸的 正正因为内地是整个市场的先驱 内地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 其实那边的电池要求都越来越高 但是我也很好奇 就是虽然标准越来越高 但是第三方的电池质素 会不会相应都会提高了呢 因为以我所知 其实内地对电池的标准 近年都会来越高 甚至可能是电动单车的电池 都开始有规管 其实因为改电池 本身是用非厂方的第三方电池 第三方电池其实信不信得一个 会不会爆炸的呢 第三方电池其实合规范地用 很难会用到它爆炸 现在的厂的手工 和选择的电池品质都越来越好 就很难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算我们选择厂 都会去它那间厂 看看它们的规模 它们的电池品质 各种各样 看看它们师傅的造工 才会考虑 跟不同的厂厂合作 所以来到香港的电池 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只要不要自己去买一些 古灵精怪的充电机就可以了 其实按你的选择 就算连第三方电池的厂方 都是有自己厂去做的 是的 它们的电池全部是电池厂 就不是那些工作室 或者是在家里砌 已经很少这种了 我们选择的全部都是选择大厂 有它们专门的生产线 这样去判断它的电池好不好 嗯 说到这里 我都记得我几年前 是曾经见过 有些卖第三方电池的公司 它们是愿意为它们的电池 给保养期大家 而我认知一个品牌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那么多自信的话 都不会亂给保证期的用家 再加上我们刚刚上一个月 去了重庆的摩博会 都得出其实在市场上 已经有非常多有质素的电池供应商存在了 听下来以现阶段的电池标准质素来说 要真的发生意外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其实如果这不是一个忧虑的因素的话 一辆电动电单车 除了可以改电池之外 还可以改什么呢 通常人们可能改了电池 叫做等续行可以去到一个 相当地吸引一点 合理一点的数字之后 其实它们之后还有什么会改的呢 当你达到一个续行的时候 你就很多东西会想想的了 譬如说原厂的车不够快 90、100 这样的话 你走得够远的情况下 你就会想用短一点的时间 去行到这段路程 所以就会升级一下电控方面的东西 去省回你开车的时间 然后你辆车快了又重了之后 原厂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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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我知道它似乎新潮的都是潮流 但我觉得它续航仍差一点 在这个15-16游而近的观众们 或者这一类型的用家们 你会跟它说些什么呢 要看个人需求 如果你一天要駕駛8-5-6续航 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入手电车 因为电车的续航肯定会越做越大 目前来说 1823已经是你单程做到的最大的一个续航 除非你整架车背着三四粒四五粒一起出街 这样就可以做到 但这种情况没有太大必要 除非你愿意买一架车回去 又可以改了第三方电 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电池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零部件 买车之前你就要考虑清楚 其实你如果驾驶市区 不会走高速 没有什么续航的需求 电车就非常适合你了 电车在市区比较灵活的 比较轻巧 加上它又不用入油 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 还有电车就不需要做太多的保养 你够期就换一下碟 换一下被子就差不多了 就不会像有车那样 时不时换机油 又时不时坏一些电子东西 在电车就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 非常忠狠的答案 我还想着Billy会跟大家说 买得电车你不改的 不如不要买这个角度 我个人感觉上 如果大家选择电动电单车 是没有理由不改车的 因为以香港这个比较特殊的电动电单车需求来说 暂时坊间应该是没有一些很平民价钱的电动电单车品牌 是可以符合香港人想要的大部分需求的 了解过香港电动电单车市场上出现的品牌 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心想跳入这个圈子的话 其中一个方案正正就像Billy那样说的 选择一些可以给你更换第三方大容量电池的电单车品牌 相对上可以解决大部分现有用家对电动电单车不满的位置 回应我们片头一开始说的就是 在香港对电动电单车支援的配套 短期内不会有大改革之下 用家自己更改电池提升续航 都是一个非常合理和可行的做法 当然如果真的涉及到要升级电机电池 甚至控制器这些比较性能性上的改动的话 都是找一些专业人士有经验的师傅去做 是会好一点的 如果大家对这一类型的话题是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相信我们未来 都会见证整个电动电单车生态圈的发展方向 究竟是政府快点 还是用家自己改电快点 我们就拭目以待去看看整件事会怎样发展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 我是HKMonkey 我们未来再跟大家讲一下故事聊天 拜拜